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德国媒体报道 发源自柏林的线上二手车交易平台 Auto One 最近获得数亿欧元投资 前景可期 在瑞典公司Spotify本中上市后 成了欧洲最有价值的新创公司 法兰克福广讯报 今天报道 今年1月 Auto One才获得日本软体银行 4.6亿欧元的投资 这是软银首次在德国投资 也是德国新创公司有史以来 所获得最大的一笔投资 瑞典线上串流音乐服务公司Spotify 最近上市 从新创公司毕业 Auto One的公司估值 约为29亿欧元 成为欧洲目前最有价值的新创公司 创办于2012年的Auto One 利用网络平台简化交易程序 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汽车经销商 版图遍及欧洲30多个国家 约4万家厂商 2017年财政年度 Auto One的营收达22亿欧元 年成长率47% 卖出的经认证二手车辆达42万辆 较前一年增加了12万辆 Auto One的创办人贝特尔曼 向法兰克福广讯报说 Auto One创业至今6年 现今仍然算是初期发展阶段 预期会得益于软银的投资经验 明镜与点点栏目